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一部分 还是关于属灵的生活这方面 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 在我们身上 我们那个受造的人 自从我们受醒的那一天 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对我们的救赎 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体 在我们的这个人里头 就有一个灵 还有我们受造的魂和体 这三方面呢 它是我们以前也分享过 互相是有作用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主要说 我们的灵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也知道 最早的受造的人呢 是有灵的 但是犯罪以后呢 这个灵这部分呢 就没有吧 就相当于这个灵呢 是来自神的嘛 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和神 脱离的关系 自从主耶稣来了以后呢 他用保险又重新 把我们救赎回来了 实际上 他我们每一个得到救赎的人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里呢 都有一个灵 这个灵呢 就是自从神的 这就是我们耶稣 为我们流的宝血 的功用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导播中说的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呢 都是有了 就是确定的有了一个属灵的生命 这样呢 我们就一定要 按照那个 我们主耶稣的意思 按照我们神的旨意呢 我们必定的 要过一种属灵的生活 实际上这方面呢 我们是大为亏限的 其中呢 在这个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我们本有属灵的生命 但是没有活出一种属灵的生活 其中呢 有一条呢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属灵 这个灵啊 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作用 它一个基本的一个定律 定规啊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中速来讲呢 就是说 我们被世间的一些事情困扰 被撒带了 被一些东西捆绑 所以我们活不出来 这个灵 但是呢 更深一层的意思 就是属灵的 就是这个灵到底 它在我们身上 起一种什么样的功用 说到这个 属灵的这个功用啊 它基本上 在我们人身上呢 有三大类 第一个 就是我们 作为人能感觉到的 第一个就是直觉 第二个呢 就是和神的交通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内心 就是一种良心 但是我说的这三者呢 和我们通常世俗所说的 这种直觉 良心 和一般的这是 好像有些形式是相近的 但是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通常来讲呢 这个 这三者呢 就是说 这种功用呢 它是 不能 就是说 你要想起讲 某一部分在我们身上 起的什么作用 它 我们可以这么讲 但是呢 往往是 它们是 就是结合起来的 都是 你比如说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 最内心的深处 就发自灵的 那一部分呢 会给我们一个 就是明确的一个指示 就是这个事情 该做不该做 如果你做了 不该做的事情呢 你可能 就是 作为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要祷告 要什么 这就牵制到 一个交通 同时呢 有些东西呢 就是在良心上 比如说 我们做了一个 比较符合 神的旨意的一个事情 我们可能 就是 被赞赏 就我们内心深处呢 可能 你能感觉到 被神的赞赏 你要是 做了一些 比较差劲的事情呢 就是我说 指的是属灵上 指的是这个神的 这个事情呢 你会在良心上呢 也被定罪 或者是被 就是 就非常不舒服 就是 有一种 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知道 我们那个 在我们身上 刚才讲 我们 自从我们 这个 接受了主 主耶稣以后呢 我们就 我们的身体 就是一个圣殿 就不像那个 就类似 有点 以色列人 以前 他们在地上 建的那个圣殿一样 但是这个圣殿 是建在我们心里 这圣殿承载什么呢 承载的是 是我们 神的灵 在我们的心里 当然呢 你想啊 我们自身里头 有这么一个灵 但是我们呢 了解不了解 他的 在我们身上的 这个作用呢 实际上 我们是 只知道一部分 其实 绝对地说起来呢 我们是不可能 知道 神 就是神 真正就是神 因为他太大了 我们不可能 完全地了解神 但是呢 我们只是 在我们身体里面 感觉到 神对我们的 一种旨意 我们通过 就是通过 我们 这个灵命的 这个 这个进步吧 我们会 更多的 更深地 了解 了解 了解神 但是呢 你是永远 达不到 就完全了解神 的这样 一种 这种程度吧 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 就是说 我们人 是一个圣殿 它其实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叫 一个类 对 我们知道 那个圣经 是有新约和旧约的 最早 这个 神是 解决的是 以色列人 然后他们建立了圣殿 支圣所 有约会 但是他那个时期呢 已经过去了 到那个新约时代呢 就是 耶稣用他的保险呢 把我们救赎回来 等于把这个圣殿呢 让我们的身体 成为圣殿 把灵放在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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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 就是心里 它这个类比 是怎么类比呢 就是说 我们人 我们本人 就是一座圣殿 就有点像 过去米斯列 他们自己 在地上建的 那圣殿一样 我们知道 这个圣殿 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 你要 就越熟悉的时候 那个圣殿 是干什么的 我们也很清楚 但是在 在我们 那个心里 这个圣殿呢 和那个功能 也是一样的 圣殿里头 有什么呢 它做什么呢 它还有什么呢 有一个 制圣 制圣所 我们的心里呢 相当于 也有这样 一个 制圣所 它是 这里呢 就是说 制圣所里面 还有一个 约会 但是呢 我们这个 心里的这个 圣灵 相当于 这个制圣所 它里面 也有 一个约会 因为约会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应该是 应该是神的 这个 那叫什么 法法法 就两块 摩西的那个 法律法 实际上 这个律法 是干什么呢 是 是教导 以色列人 是怎么做 实际上 这个法法 也在我们 这个 灵里头 这样一个 类比 就相当于是 怎么样 刚才我说的 我们有三种 能用法 一个是 直觉 良心 还有交通 这个直觉 就相当于 这个 就相当于 灵 就是我们这个 灵 就相当于 制圣所 因为它有 这种 这种功用 这制圣魔理 就是 出来的 就是这个 神的 神的这个 对我们的要求 他对我们的 一种 一种 执意 或者说 是一种 就是一种 认知 一种直觉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直觉 就是对神的认知 就是跟祂 是通的 就是这样的 一个 对比 还有一个 这个直圣所 它是原来 以色列人 它是敬拜 散礼神 包括一些祷告 是做这个 那我们的 这里有一种功用 就叫交通 实际上在交通里头 我们也是赞美 敬拜 然后呢 就相当于 拿来最早 以色列人的 献祭 就是有这样的 对比 再来的呢 它这个呢 它没法版 是有 十条 这个 戒律 这个呢 是 就是以色列人 他经常也是犯罪 他做不到 这个 他就 献祭 要什么 他们进行良心 就是对他们要定罪 或者是有什么 他这上良心 对他们有钱 实际上 我们主耶稣呢 等于法 把这个良心的 这个 这一部分 放在这个 灵力的一部分 公用 我们自己呢 也是在心里 对我们自己的行为 也有一个 这个 就是说 判断 或者是 做得不好 就是 有一种 负罪感 也就是 类比 原来旧约的时代 这个 圣殿的情况 所以我刚才说的 圣灵 相当于 那个 就是 制圣所 然后呢 制圣所呢 有三个这种功能 我们现在呢 我们这个 灵 也是分这种三个功能 这三个功能呢 就是说 一个是直觉 一个是交通 还有一个是良心 像我在那个 说一下 到底这个直觉 因为今天我们重点 是减肥的直觉 直觉呢 好像是 这个灵力功能 是 比较重要的 一部分 直觉呢 其实我自己 你想想 我通常说的 这个直觉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在形式上 跟它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 什么叫直觉 它是不经过任何 就是 没有理由 什么叫没有理由 没有因果关系 比如说 我们通常判断 这个事情 应该做 为什么应该做 你会举出一大堆的理由 要不然呢 可能是没有事实的根据 或者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能 不认为这个事情 就是该做 或者有把握的 再一个呢 可能没有任何事实 但是根据你的经验 判断 或者逻辑 推理 也可能 能推断 这个事情 该做 或者不该做 但是直觉 完全不是这样 直觉就是 没有任何原因 没有任何道理 也没有任何逻辑的关系 但是你就可以认为 这个是 这个事情 能做 或者不能做 这个现象 对 还是不对 这种东西 要在我们通常来讲呢 这是从 你怎么就会知道 是 你这个直觉 就是对的 或者是不对的呢 这个呢 就是说 从 这种直觉 往往是 从你的 这个内心 最深处 发出的 我说 它有的时候 不同于 我说的这个直觉 不同于 我们平常 那个世俗 所讲的 这个直觉 其中有一个 什么道理呢 通常我们讲的 这个直觉 实际上 也是基于 某种判断 你比如说 我一看 这个屋下行人 他确实就是 管理 可能是 随着你的 月底增加 你看到可能是 八九 离十的 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你怎么知道 你一看 它就不是好 因为你看 这个面向 零太多了 这种面向 但是好听不多 所以呢 这实际上 也是一种 经验的判断 或者呢 你比如说 去什么地方 你要办一件事情 你进这个屋子 你突然看到 不该进这个屋子 可能有某些 威胁 或者是什么东西 但是实际上 你认为 这也是一种知识 但是实际上 这其实也是基于 某些经验 知识的判断 但是呢 你就是第一反应 反应出来这样的 比如说你开车 有很多东西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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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机械化 就不过脑子 实际上 你的 你的判断 分析 你的神经中 舒适 高速运转 它也是一种 运动的关系 但是我们说的 这直觉 是来自人的 一部分功用 它呢 是和这个意义 完全不一样 它是来自神的 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旧约时代的 那个 那个支圣所里 约会里的 那个 放的那种律法 它是刻在你心上 当然我这么一说起来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我们是唯物主义的 这个东西 百分之百的 就是唯心的 但是呢 真正的你说 它是唯物 它 有一次 我就想这个问题 唯心唯物 实际上 并不是这么绝对 我信我们这个神 实际上是超出了 所谓唯心和唯物 这个范畅 你要通常要归类起来呢 我们就归类 它就是一种 你心的东西 刚才我讲的这种 我们通常讲的这种知识 就是实际上 还是一种 违物的一种判断 并不是 人家问你 你没什么根据 其实详细讲解 都有根据 但是 来自神 这个灵的这种 重要的 功能之一的 这种知识 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心里的 对神的一种认知 当然你说 就说 你比如我们信主 信主了以后 这个灵 这个功用就是存在的 但是 你 就是说 我们通常讲的 一种灵修 比如说 你过一种这种生活 但是你做的不够 你这方面的功用 就这么直觉 是没有的 或者是很少很少 只有你 进行这种灵修化 不断地去做 比如读经 老道 经常做这个 这个呢 它就越来越强 就是说 刚才我们像 刚才那歌的一唱 就是 也求 我们越来越多的 认识我们 主基督 认识我们这个灵 更深地认识它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然后呢 这个 你看这个灵力的 这个功用 刚才我说 在形式上 和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种 我们是觉得 有点相似 但是呢 我们看到 我们读经的时候 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一说起来 就是比如说那些经节 就是说 你看我给你随便 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 你比如马可福音里 都说到 耶稣在灵中 知道他们 或者说 耶稣在灵里 深深地叹息 他为什么老说 在灵里 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们 开始读经的时候 我并不太注意这个 什么灵里 心灵里 什么灵魂里 我认为都是一回事 实际上 他的圣经 这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因为有时候 中文圣经 他有个说灵里 他可能就说了心灵 但是 我那天 我就是 准备这个时候 我就特别查了一下 那个英文的那个圣经 它是 它那个词 就用不一样了 它应该是用真正的证明 再有的是用心 你比如说 刚才我看了 这个叫《使徒行传》 他不是说 那个以色列人 把耶稣钉死了 然后他们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叫 约翰他们 就那些使徒 就讲 就给很多人 讲一个事情 最后他们心里 就非常难受 就是我们怎么把 把这样一个 神的这个儿子 可能给钉死 或者以色列人 就有点厚 他的应该是 他们就听了以后 就是比较 就是扎心 他那个扎心呢 真正的就是扎心 他写的就是心脏的这个心 好了我想这个 但是你看刚才我说的 在灵里哭泣 然后呢 愿他们在灵中知道 这个灵呢 就是 他那个圣灵 就是这个 他这个有灵区别了 他一般的说 在灵里 主耶稣 他自己说 在灵里 因为他确实是 这个灵 然后有些 这个 受洗的 这个门徒呢 他也说 你们要在灵里 怎么怎么样 刚才那些 以色列人呢 他们听着扎心 他们就是一种感情上 或者一个 一个什么上的 一个 他一个 就是一个唱歌 或者一个什么 他还不完全一样 你看这个 他说了耶稣 这都是圣经的 一段那个经节 就是说 耶稣灵里深深的叹息 他也讲到灵 还有就是说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他也是指的灵 然后真正拜父的 要用灵 就是 有时候心灵 但实际上 他也是指的灵 和诚实拜他 耶稣就灵里 被叹 他都是 耶稣呢 讲的都是灵 这完全 他是讲的这个灵里 这样或者那样 你看他 他都是遇到 具体事情了以后 碰到真正的事情 也就是 喜乐 悲伤啊 或者是担忧啊 这些东西呢 都好像世上的 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说的都是 我灵里的一种感受 跟我世上的 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就看他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汤子 他后来 别说不是说吗 他的灵里 就好像知道 他们在这个 在在议论 是吧 他那是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讲的 就是说 他救了以后呢 他怎么能 说健忘的话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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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说健忘的话 就是 但是呢 耶稣听到了吗 他实际上 没有听到 他人是怎么说的 但是他灵里 完全知道 一看他们就知道 他们是 怎么怎么说的 这个话 所以呢 这就是说 这个灵里的这些感受 实际上 这些感受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种直觉 这种直觉呢 就是对灵的一种 认知 认识 也就是对这个神 把灵放在我们这个心里 我们对神的一种 一种 直接的一种联系 这叫 就叫直觉吧 然后我 我把这个 这个直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定义 我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 属灵的这种直觉 为什么叫直觉呢 是因为这种直觉 是无所 无所依据的 无因而起的 它是直接 由我们内心的 最深处 发出来的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 什么其他的 一些什么程序 什么的 这 这 这就是 这个 属灵的这种 直觉的定义 然后这 这就是 这个 这种直觉呢 就是从灵 直接发出来的 实际上 说到这 其实我们每个 信徒 就我们 我们信徒的这些人 如果你是 非常明确的 知道这个点 就是 就是这个 直觉呢 是从这个灵 发出的 我们内心最深处 我们实际上 就是应该是 随灵而行 也就是随这种 直觉而行 因为呢 它是要为了一种 我们灵的意思 就是 我们神的心意 然后下面呢 我们就 通过 两个 这个 叫什么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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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两个方面 有很多 这个方面 从两个方面 讲讲 就是 进一步的 看看 这个 属灵的 这个 直觉 是怎么样 能够供应 听你说 其中有一个 我不知道 我们大家都 经常听到 这样的词 叫神的恩高 什么叫神的恩高 恩高是做什么的 恩高应该是 比如被拣选了以后 就是最早 就是涂在身上 比较高 或者是 就是 你比如说 拣选成王 或者是 你当东西的以后 就是 非常尊贵的 把你拣选出来 涂上这个 你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 身份 地位 实际上我们每个 被拣选出来 我们每个 圣徒呢 都是被拣选出来的 我们身上都被 就是 我们朝说的这种 被高预 我们有这种高预 神的这种恩高 它就是 一种生物的 一种体现 还有一种 恩定的 象征 然后呢 这种经济 因为 最初我看的经济 我看的 没什么 但仔细一下 这个 要对事情 还是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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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很深 因为圣经里的这种 话 表面让人看 什么 也没有 但细想起来 里头还是 有很多东西 很多内容的 你看这圣经 它讲 你们从 那圣者 受了恩高 并且 知道了 一切的事 你们从主 所受的恩高 藏在你们里面 并不用人 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高 在传世上 教训你们 这恩高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 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实际上就这么一段话吧 其实我闹完了 就是我念一遍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它每一字一句呢 它都说的 非常地 非常神 就是我们 从那圣者 我们从神上 受了这些恩高 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样一种情况 并且知道 这一切的事 什么事 就我们有这种生命 我们应该做的 这些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事情呢 所谓这里的知道 就是一种直觉 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和神 通过这个灵 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它对我们的旨意 我们应该是知道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在我们里面 但是这种知道 这种直觉 是经常是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 不叫心里 我们的灵里头 也是住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我们通常是这么讲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我们并不是听世上所人 那些人对我们说 你们应该是怎么怎么做 有什么道德标准 有什么世间的这种 这种标准要求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种教训呢 我们知道 就从我们永远 自能的发生 在我们内心 就是在教训我们 在指导我们 这就是一种直觉 刚才我说 这个功用 一个是直觉 交通 还有良心 这就是直觉的 这种作用的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并不是我们的 随便说了而已 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 注意在主里里 这当然就是自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住在主里里 实际上我们这么做 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里 这是约翰医师的说的 其中这里的重点它还分两个方面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它说 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情 知道 它就把这个词给挑出来 什么叫知道 它和明白 这个意思还不一样 但我们知道 对这个事情 我知道 我们明白了 好像是大方小弟 实际上它就 它这个 大概是一样 知道是这个灵里头 才有的这种感觉 就知道 我们神是怎么要求的 所谓明白的 是我们通常的心思 是这个 魂里头 一般是 是这么一种感觉的 就知道 所谓明白的 所以一般的心思呢 它是可以明白的 但是灵里呢 它必然是 我们要知道 神圣 对我们是怎么要求的 这个呢 就是说 这都是 还是讲一些 恩高尚 实际上我刚才 给的那几个 就是 比较主要的 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在人身上的 这个心意 实际上这里 有个什么问题 可能这个讲 有点绕道 知道 知道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存在 这两方面的事情 你看我举一个 看怎么说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 就在中国 很多这个高等院校 都有圣经的研究 这样一个 一个系 或者一个专业 它有大量的人 在研究圣经 它其实啊 它明白这个圣经 也讲的 也不像是真明白 就是对这个圣经 其实比我们熟了很多 但是呢 它们本身 它并没有受洗 它也没有 像我们 心里承担的 这个名义 它内心里 没有圣经的进驻 但是它 作为研究 圣经啊 当然在世俗的 这个角度里 它肯定是 具有文学价值 历史价值 考古价值 等等等等 这些价值 还有神学 神所谓的神学价值 它进行这个研究的 它研究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 它 它明白这种事情啊 非常多 比我们还多 但它没有 没有理由 它并不知道 就并没有这样一种直觉 是神 它就跟神 没有这样一种关系 这就是它 它明白了很多事情 但是它并没有这种 对神的这种 这种知道 就是没有这种直觉 这是一个理由 再举一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理由 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就因为我想的时候 可能十岁左右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小幺画 它画的是什么呢 画的是这个 我不知道北京天坛 北京 中国人都知道了 看它有一个环丘 它那有一个回音壁 它中间是一个 叫什么环丘 因为它有生学的那个道理 你要站在中间 你自己非常想声说话 你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从你的头顶上下来 你能听到你说话 好像来自天的声音 可能当时那个祭典 比方那环丘 更奇妙的是 它那个回音壁 它里面叫回音壁 是一圈 一圈这个地方站一个人 非常想声地说话 就冲那墙说话 那边的那个人呢 就能听见这个墙 在那边说话 非常舒服 因为我是我 但是现在人太多了 太操掌了 你可能听不到 但是当时我就注意 因为我现在我记得 那个漫画画的东西 有两个人 哎 画的挺有意思 然后这个人说话 听到了吗 然后那个人小时候说的 听到了 他问呢 你听到什么了 他说我没听清 就是说 你这个知道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正好比喻的是香港 但你知道什么东西呢 我又好像听到了这个事情 我又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就是这个 你好像你知道了 但是真正的实质东西 你并不犹豫 还是这样的 那天我一看见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 真正知道和明白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 这就是要求我们 这个属灵 我们这个信仇 一定的要知道 通过直觉 和我们的神啊 圣灵通过这个灵 保持一种这种关系 我们所有的行为 都从神通过圣灵 来指导我们这个 不能让我们心思 要明白 所以我们呢 指导我们这个 去怎么做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那一种是启示 再有一个是 想讲一个这个 永生这样的一个 就几句说一下 就我们每一个信仇的人呢 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永生 也就是说呢 在我没认识神之前呢 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呢 你看啊 我们怎么得到 这样的一个永生呢 实际上 那个圣经里说的 非常明白 就是认识 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认识 认识神 认识主基督耶稣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和他建立的 有种直觉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嗯 就说 我刚才讲的这个 其实有很多那个 就是 就是 有很多很难理解的一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 我们就理解一件事情就行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 圣灵的其中有一个公用 就叫直学 这个直学呢 这个直学呢 是发自我们内心最深处的 也是来自神的 通过圣灵的 再交换在我们心中的 呃 就觉得我们有什么地方有这种直学的那个地方呢 我就想一个什么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就比如说啊 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最初讲的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 我们本应该过一种属灵的生活 然后呢 在这个之间呢 我们要明白属灵的这个功用 我们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但是怎么就要过一种属灵的生活呢 属灵的生活在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刘静生那时候 我反明信主的时候就说 既然你受了喜吧 然后呢 那个就要过这种生活 实际上呢 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比较深层 我说最简单的就是说 要做三件事 读经 祷告 聚会 对吧 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后来我的想法 我经常不来聚会 就是来的就是挺少 但是呢 这都是有 也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其他的人也是 也是会有原因的 但是 就是说家里的事情比较多呀 或者心思上有点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 我觉得不是很顺畅 突然 比如说我过了一个阵子 我没有来这个聚会了 诶 有时候我女人就 三番五次的就说 跟一篇有时候说 二次 说你怎么不去聚会 说得我很烦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你又想 我用着你一管 你也不是这个基督徒 而且你是一个网费 你全天这样的属灵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没法跟你解释 我也不必要怎么解释 这就是一种属灵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抵抗 但是呢 我这话我说不出来 他说完了以后呢 我就是内心啊 就定自己 好像在定自己 我怎么我都说不出来 我这只能复兵 我就是我叫往上 什么 我就是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你的魂和那种灵 好像是在争斗 我不太明白啊 这个事情 还有一次呢 就是说 这一两年前 我记得有地方 我有的时候 就是也是同样的事情 也就没来几个人 但刘敌人 我跟我说打电话 我现在想 因为这个事情 对我有一定的刺激啊 刘敌人 说一个什么话呢 他说那个 前头啊 说的有多 我们也知道 刘敌人脾气 比较急啊 他说一个 你要注意 注意你属灵的光景 你说这叫什么话 这就挺 挺那个什么的 但是要照 我属魂的那个 那部分 就是人 你比如说 你 本来我也 我们聚会呢 你说我们是 为着 就是 主的缘故 在这 但是没有什么 领导 被领导的关系 你要是 纽红园大队的一个领导 总领导 说我一下 我可能 想了好几篇 但是你说 你这个兄弟姐妹 你说一句 就说一句 无所谓 但是呢 说完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 就说从魂里 本能的是反胖的 但是呢 怎么你都说不出来 我怎么都觉得 他说的是对的 虽然你有千万 千个理由 万个理由 但是呢 他这个话 就是对的 对吧 你再怎么知道 我也觉得 是对的 所以呢 这就是好像 有一种 我现在我感觉 是不是就是一种持续 因为你受到圣灵以后 他里头 从良心 从这个持续的时候 你就是要感觉到 你什么地方是对 什么地方是不对 所以呢 这个 有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你 你讲啊 或者 就比如说我再讲 几个传福音的 这个事情 我很早以前啊 我就比如说传福音 哎呀 人家信主呢 我非常高兴 你这种高兴呢 往往是 但有就是 自己的能力 哎呀 我为主做了多少工作 他们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后来呢 哎 时间长了 这都是荣耀 都归于神啊 都是圣灵的那种作用 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是 在圣灵的引导下 做了 你该做的 对 时间长了也好 就是这个 不归 都归荣耀于神啊 和自己就 好像都没有太大的 也不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弹化了自己 哎 但是 时间一长呢 我想 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 我如果主传福音 他不信呢 那这个圣灵就 没做好工作了 对吧 但是这个 在以前呢 我往往想 哦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的 可能我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神的这个 这个这个道理啊 没有明白 要不就是我的口才不好啊 我的脾气不好啊 由于我的缘故 使人家 没有 没 没信 再后来我一想 这也不对了 怎么不对的 你就说 好像 什么 这个事情 做成了 就归于 神 归于那个 做不成了 就归于自己 我想 这种 我就时间一长了 我就觉得这种呢 实际上 跟你我最初的那种 感觉是一样的 你做好 你就沾沾自喜 你做不好 就这么 实际上一样 就是说 呃 这神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他 你做这个事情 没有成功 实际上 也不是 你的问题 他拒绝的 也是 他拒绝了神 他拒绝了圣灵 并不是拒绝你 后来有的时候 我一想 这样的行事 我也挺适合的 为什么 提拔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 圣经里 也经常讲 你要放胆的去讲道 你要不以传福音为耻 你要老考虑自己呢 老传不出去什么呢 你这不就 时间长了 你就是以这种为耻 或者是 你也没那个打量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后来你随着 你这个灵命的 再不断要成长 你会 就越来越深 对一些事情 有种感觉 在内心的有持续上 不断对那种启示和启发 我今天主要的就是分享这些 也希望大家呢 通过今天的分享了解 了解一下 这个社会的赞同 内心是怎么工作的 怎么顺利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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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